大家好,我是阿雅。 这七种蔬菜草酸的含量排名最高, 您想知道是哪七种蔬菜吗? 众所周知,草酸会与人体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 从而导致肾结石的风险大大增加。 这些蔬菜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蔬菜, 其中有一半的蔬菜, 很多人的烹饪方法都不对, 从而导致吃进去大量的草酸。 下面我们按照草酸含量由低到高, 来一个排行榜, 其结果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 第七名,小白菜。 小白菜不是大白菜小时候, 这就好比大熊猫和小熊猫的区别。 小白菜上市后就这么大, 如果不采摘也还是那么大, 只是会口感越来越老。 小白菜呢, 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蔬菜。 它有多常见呢? 常见到多达几十种叠称, 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会略有不同, 甚至可以带指青菜。 因为小白菜也是所有蔬菜中, 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 所以广受欢迎, 大家都爱吃。 烹饪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还能作为下面条时候, 搭配的蔬菜使用。 但是您不知道的是, 每一百克小白菜草酸含量高达一百三十三毫克。 超过一百毫克, 就属于特别高了, 一般都会禁止节食病人使用。 那么, 您自己回想一下呢, 您烹饪小白菜的时候, 焯水还是不焯水呢? 我相信小白菜焯水的人并不多,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它直接炒出来, 口味并不色口, 吃起来也很正常。 青菜焯水都是开水下锅, 快速地煮一分钟, 只会去除多余的草酸, 营养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建议大家为了家人健康, 焯一下水再炒, 小白菜的口感也会更好。 第六名, 蒜苗。 蒜苗又叫青蒜, 它是大蒜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 蒜苗具有强烈的蒜蜡味, 它一般很少单独使用, 主要是做配料和肉一起炒。 四川传统的回锅肉, 是一定会搭配蒜苗, 盐煎肉也是会搭配蒜苗的。 有趣的事情是, 某些地方会把蒜苔也叫做蒜苗。 其实, 蒜苗是从大蒜中抽出的花精。 每100克蒜苗, 草酸含量为151毫克。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不是吗? 蒜蜡味把色口味压得死死的。 虽然蒜苗的草酸含量非常高, 但是蒜苗如果直接焯水, 会影响蒜苗的风味。 不过由于蒜苗只是做配料使用, 每次的用量并不大, 也不会全部吃进去。 所以呢, 蒜苗的影响并不大。 这就好比茶叶的热量, 虽然非常的高, 但是不会有人把茶叶吃进肚子里面一样。 蒜苗虽好, 切记不可过量食用。 第五名, 韭菜。 韭语名garlet chives。 生活中韭菜用来包饺子, 炒鸡蛋都相当美味。 韭菜的草酸含量高, 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 每100克韭菜, 草酸含量为166毫克, 真的是一点都不低。 韭菜和蒜苗一样的问题。 如果是炒菜的时候, 直接焯水, 那整个韭菜就软趴趴的, 完全失去了风味和口感。 而用盐沙水呢, 并不能减少草酸的含量。 我们用韭菜包饺子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焯一下水, 这样就能减少很多草酸。 我相信没有人天天炒韭菜吃吧。 100克韭菜就很大一把了, 炒上一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不天天吃, 问题也不大。 另外, 吃完之后, 一定要多喝水。 第四名, 原叶菠菜。 原叶菠菜, 英文名spinach, 又名波斯菜, 赤根菜, 鹦鹉菜等, 原产于伊朗。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菠菜的草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可是, 具体是多少呢? 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每100克原叶菠菜, 草酸含量为606毫克。 这个结果虽然很惊人, 却又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菠菜的草酸含量是第五名韭菜的3.5倍。 所以, 想要吃菠菜, 必须焯水。 焯水是去掉草酸, 最简单、 最有效、 最安全的方法。 一次焯水, 能够去除80%的草酸。 焯完水后的菠菜的草酸含量和没有焯水的小白菜差不多, 吃起来色口的感觉就很低了。 即便是这样, 菠菜是节食患者完全禁止食用的蔬菜之一。 身体正常的人吃焯水后的菠菜问题不大。 菠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 我们不能因为草酸的问题而嫌弃它。 第三名, 空心菜。 空心菜的正式名字是瓮菜, 英文名字Water Spinach, 是番薯薯光乐组植物。 和它真正的名字一样, 很多人也不知道它草酸含量如此高。 您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又有很大的怀疑, 居然是空心菜呀, 是不是真的呀? 每100克空心菜, 草酸含量为惊人的691毫克。 不知道您是否留心, 空心菜焯水后都有一丝丝的色口味? 空心菜的叶子草酸含量又要比惊得高。 对于这样的菜, 我们还是老规矩了, 焯水处理。 第二名, 馅菜。 馅菜, 又名青香馅, 红馅菜, 红菜, 米馅等, 为馅科以嫩精叶工食用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馅菜既然是第二名, 草酸的含量更加是上升了一个级别。 每100克馅菜草酸的含量是可怕的1142毫克, 是不是感觉大吃一惊呢? 所以大家吃馅菜的时候, 除了必须焯水之外, 炒出的红色汤汁最好也不要食用。 我们把菜吃完就行, 非常不建议拿红色汤汁去泡饭。 好了, 现在要揭晓我们的第一名了, 它就是煎叶菠菜。 煎叶菠菜和原叶菠菜虽然都是菠菜, 但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差距之大, 这就好比羊子鳄和大鳄鱼的区别。 每100克煎叶菠菜的草酸含量高达1333毫克, 这是一个让人扎舌的数字。 不知道您购买菠菜的时候, 有没有观察下, 您买的菠菜是原叶还是煎叶呢? 您下回就要注意了, 煎叶菠菜焯水的时间要比别的菜长, 起码要焯水三分钟左右。 这些年, 节食病发病率很高, 节食和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节食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 但是正确地处理和合理适量地食用草酸糕的蔬菜, 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确的饮食习惯会让您身体更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阿雅, 我们下期见。